一放大更清楚就是混合毛玻璃结结 中间白白的叫实性成分 周围淡淡的叫毛玻璃成分 这种混合毛玻璃结结 很多了大部分都是这种肿瘤性的 一般是微静润癌 只要实性成分小于5毫米 大部分都是微静润癌 但是混合毛玻璃结结 也有很多是良性的 像男性的抽烟的 可能肺里面有一些炎症 也是这种表现 所以不要着急 第一次发现了不要急的处理 就等着三个月后复查 如果消失了那就是炎症 如果不消失了 那可能就是微静润癌 就跟肿瘤有关系 但是也没危险 它是最早期的 它长的位置也好 就切掉了以后了就能完全治好 所以可以等第一次发现 等三个月以后复查确认吧